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太陽城集團主席周卓華涉嫌不發經營賭博和清洗黑錢罪,早前被抓了。 根據香港媒體報道,周卓華情人曼妮早前將香港西半山豪宅俊賢高層單位抵押給新豪博亞股份有限公司做借貸擔保。 新豪博亞昨日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院下令曼妮交出俊賢單位去確保根據抵押協議所借出的抵押債務。 原告新豪博亞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曼妮劉,入稟狀說, 這單位是香港西魔道63號俊賢38樓曼妮劉是抵押人, 太陽城博彩推廣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 新豪博亞作為借貸人要求法院下令曼妮劉將向新豪博亞交出涉案單位 以確保他所借出的抵押債務是可以取得的。 現在新豪就要追回單位來追訴。 再加上之前洗米華抵押了公司股份, 今次會不會真真正正有機會是一無所有的呢? 因爲那些上市公司都好大機會是被人沒收股份的。 因爲太陽國債亦都是有持股菲律賓上市公司的, 即是說他菲律賓的項目或者俄羅斯那邊的項目都有機會是拜拜的。 再加上早前抵押了的樓同時都是被新豪那邊入稟收樓的。 假設到時他真是坐幾年就可以出來的話, 是不是等於什麼都沒了呢? 因爲之前亦都是有傳聞是講過Mandy是有在香港那邊 賣現在被人追訴這個單位的。 不過這時勢還哪有人可以接得到手啊? 猜不到一代的賭廳神話可以在這麽短的時間之內被人拉著下台了, 在現在這個時代真是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今集就跟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些什麼想講呢?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